有20年歷史的Kennedy Benz车身维修中心 是加拿大Benz总公司指定的Benz车身维修中心 我们也是各大保险公司的特约车身维修中心 所有用的维修仪器和零件 都是德国Benz总厂指定和供应 再加上原厂技师的征扎技术 一定可以令你的Benz喝净重渊 法院指出 许忠恒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他的行为已经构成受贵罪 而他受贵数额特别巨大 情节特别严重 但鉴于许忠恒在案发之后 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上未掌握的部分受贵事实 具有坦白情节 认罪态度较好 而装款装物已全部追缴 所以对他判处死刑 但无需立即执行 有地铁市长之称的许忠恒 05年起出任深圳市市长 至09年6月因为严重违纪被免职 任内几乎牵涉到深圳所有的大型工程 案情指他在01-09年期间 利用担任市委组织部部长 市委副书记 上务副市长 市长的职务便利 为深圳市信家高薪建材 深圳市龙江区区委员书记余伟良等9个单位 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 谋取利益 先后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 合共3300多万元人民币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可被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 会被判处死刑 但即使被判处死刑 亦可以不立即执行 近年多宗贪污案 判决都是死判 被告在换期两年期间 如果表现良好 就可以免死 减为无期徒刑 一般情况下 最多监禁18年就会被释放 去年 广东前政协主席陈兆基 和公安部前部长助理郑兆东 因为涉及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刚预案 同样被判死缓 当中 郑兆东收受据款装物800多万元人民币 陈兆基就贪污2900多万元人民币 以据款数额计算 仍然不及许中行的3300多万 但过去因为贪污而复发的 涉及贵款数量最多的是 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程克杰 他受据高达4000多万元人民币 他立即属于国家领导人级 因此亦都是受据而被判死刑的 中国最高级官员 在2000年7月被判死刑 同年9月行刑 程教署长的代表律师听判决之后离开法院 在前年的12月至去年8月 四名赤柱监狱的囚犯 和一名白花湾程教所的囚犯 在狱中上吊死亡 他们年龄介乎30至40多岁 死因庭经过大约一星期的言讯 传召程教署助理署长 职员、死者家属等人作供 五人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 一致裁定五名死者死于自杀 并且向程教署提出六项建议 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 包括加强前线员工的训练 提升他们对囚犯自杀的警觉性 巡逻值日官要在医疗等的纪录上 更加具体纪录囚犯的情况 又建议当囚犯人数增加 亦都要相应增加巡来人手 并且研究有囚犯用来上吊的床单 又没有替代品 死因裁判官陈碧桥说 五名死者是在失去自由 由官方看管的情况之下死亡 死因平无权查救民事过失或者责任 不过查出死因对死者家属非常重要 他不会搞事 他不会在囚实里面做些违规的事 但是你要观察一个人有没有自杀经验 就不是说你这样巡过就可以 至于如果你一个人巡两三个仓 所谈的是看一百几二百人计数的话 或者甚至一百几十人计数的话 你无可能个别去观察他那些心理因素 你是做不到的 诚教署发言人回应和会详细考虑 并且研究推行死因庭的建议 发言人强调关注在囚人士的身心健康 会采取一切可行性的措施 包括改良院所的设施和职员培训 以及侦察和确认情绪不稳 身体状况陷阶和精神受到困扰的人士 防止他们企图自杀或者作出自残的行为 总统梅德韦杰夫主持 在归岳声中 各兵总方阵列队操过红阵 一共有二万多个士兵参加 分属现役机械师和陆海空军 和军事学园的学员 除了总统梅德韦杰夫 总理普京和一批官员 以及几千个二战时的老兵都有出席 越兵展示百多种武器 最触目是新型导弹 有海甲S1型弹炮合一防空系统 是首次在越兵仪式中亮相 B.C.坎德尔M战役战术导弹 最后出场也有白洋M型飞动型战略导弹等 战车方面有50吨重的T-90主战场坦克 S-152自行火炮和较为轻型的BMP 三型步兵战车等 这次越兵是纪念66年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败纳粹德军 近年俄罗斯经济不景令军备滞后 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 盗用7千多亿美元来更新军备 特别是海军 希望追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在拉登被杀前 据报藏匿在巴基斯坦城镇 阿伯塔巴德长达6年 这里设有巴基斯坦军效 经常有军人出入 而且距离首都伊斯兰堡 只有两个钟头车程 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公司的访问时表示 可以确定拉登多年来被过追捕 是因为拉登在巴基斯坦拥有支援网络 但是不知道这个网络 是不是包括巴基斯坦官员 认为巴基斯坦必须撤查 这一次是拉登死后 奥巴马首次谈及拉登 跟巴基斯坦的关系 他去年10月曾经承诺 今年内访问巴基斯坦 但白宫昨日表示 访问计划已经取消 国家安全顾问多尼 在接受美国电视台访问时承认 并没有证据显示 巴基斯坦政府事全知道拉登在哪里 但他同意 美巴两国关系的确存在问题 但他指出 美国在反恐方面 仍然需要对方紧密合作 巴基斯坦当局将会向美国提供 在拉登大仔里手获的情报 以及容许美国派人查问 被激留的三名拉登的妻子 他又透露 因为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 所以当初对拉登是不是藏身 在巴基斯坦大屋的情报 只有五成把握 但奥巴马仍毅然下令美军出击 而在行动中 矫缺的拉登电脑和大批资料 他就形容资料量之多 好像一间小型的大学图书馆 然后再继续